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供人心 供人心这几天说 我深切的感到天地有正气 你再看下面 这就是当年两个人的这个照片 比这个更露骨的在发型上都出事出来了 前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 你知道咱们这个 我就觉得咱们的发型师化妆师 可以代表香港市民的判断 我觉得很有哲理 你比如说我们化妆师 昨天看的这个新闻 就跟我说 就是说陈振聪啊 就该他死啊 这么贪心 是吧 这个人这么坏 怎么能赢呢 可是你看 要是按照这种市民道德去治国的话 有没有问题 就是忠奸善恶 甚至有人说 他就一脸奸相 我要是按照这样去治理社会呢 我也该进监狱 我有时候照镜子 全然我也一般脸奸相 对吧 所以那但是你看 发型师 我就跟他问他 我说这个 龚如新的弟弟 龚仁新 他代表华茂慈善基金这一方 我说打赢了官司 钱也不落在他口袋 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这个发型师就说 那当然了 他自己可以打一份工嘛 他是这个慈善基金的 他要打输了官司 他领份工都谋满 你看很现实的 社材连份工都没了 我们昨天学下了 我们中文系的四年 这个review 就评审 很很正式的事情 他中间休息的时候 就在议论这个事情 人人谈啊 基本上是所谓 众望所归 事实存疑 事实存疑 对 就是说 以大学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 众望所归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现在这个判决 几乎所有的 除了陈振聪以外 几乎所有的人 都会觉得开心 大快人心 因为你看 中国的人也会开心 因为 判给那个慈善基金了 小天天有很多 答应西部开发的 有很多钱 就会到内地去建设 那慈善事业 全体人命就会获益 对不对 而且从观感上 很多人都觉得 你这个风水是片 一大堆 所以总之 明心大快人心 但是呢 他其中列了两条 他书冠是两条嘛 一条就是说 这个遗嘱是伪造 另外一条判定说 这个陈振聪跟小天天 只是客户 与风水师关系 就对于这后一条 我们饭桌上 老师说 你觉得是吧 几乎大家都说 好像不止只是客户 跟风水师的关系 但是这个啊 就是讲到了 这个法治社会的 一些微妙之处 黄美你先说说 作为这个女性 对这个事情 是什么感受 我也就是13亿人口 里面的一个小市民 所以其实就像这样 事实存疑 我真的是怀了 一个很大的疑问 但是我也是属于 大快人心的那一群 尤其呢 我觉得他为了 要打赢这场官司 还去出卖了 就是说 就像您刚才讲的 不止只是风水师 跟客户之间的 这种关系 我觉得这个手法 是非常下流的 我觉得 那个女人身后 这样真是很惨 是 你如果真的爱 这个女人的话 如果你真的爱 这个女人的话 你真的是应该 把这个秘密保守到 你也临终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那才叫真爱 结果你为了 要打赢官司 你就拿出各种 不同的猥亵的照片 然后说 我跟他之间 有什么什么什么 很多的秘密 我觉得这个 我发现 你不要就是 香港这个法官 高层法院这个法官 挺有意思 这件事 让我对这个法官 这件事 有更深的认识 法官实际 也判你的人品 你比如说 他的判词里 好像和书面判词 三百多个页 他的判词里 就专门讲一讲 就说你这个陈振聪 有老婆 有孩子的人 为了证明 你跟小甜甜的 情人关系 甚至于你不惜 把你自己的老婆 推上法庭 让自己老婆作证 说我老公 确实跟他有婚外情 而且有婚外情 而且有关系的时候 他说有关系的时候 他老婆正怀孕 这个时间 正好他老婆怀孕 然后他就不细一切的 把这些全抖出来 所有这些东西 还有什么液体的 这种证物 什么 全拿到法庭上去 对 法官的意思就是觉得 他的潜台词 我觉得就是 你这种人 我不予采纳 我不信你 但是这个确实 照理说这些都违背法律ABC的 但是徐老师 这个我们就争了 就是说 我现在觉得 法律还是让我相对来说 总比政治比道德 更让我觉得它清澈 相对还是清澈的 他为什么呢 你看 这个你注意工人心 他弟弟讲这句话 现在赢了官司 白酒庆祝 就是说 这个天地有正气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发没有 他是有一种 类似于宗教的这个东西 还有道德胜利 我就想说 咱们人跟人之间 历史上到今天 有很多矛盾 其实说到底 百分百的确定很难 但是需要做一个选择 总是需要做个裁断 原始人 可能也不叫原始人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 信上帝 或者我们算卦 对吧 包括皇帝也说算卦 咱们就听神的裁断 后来 就是你不要说 你要说道德的裁断 这有另一个层次 道德裁断 香港市民的人心 你就能理解 说这个人家小天天 把钱留给 2002年遗嘱 留给这个华茂慈善基金 这是多么工作 照顾香港人 照顾中国人 对 你这么个风水师 靠着按摩 靠着挖洞什么的 你就抢人家千亿遗产 这个道德 但是你发现没有 为什么法律 还是要认这个遗嘱 到底是真的假的 咱们假设说 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 也遗嘱了手续 06年的遗嘱 确实是真的 那么我相信啊 法官可能也就会判 不不不不 他这里还有很多附加条件 就算假如说 100%这个06年的遗嘱 是真的 没有伪造 现在说他有伪造 就算100%是真的 还有很多方法否定 这个遗嘱的合法性 比方说你立遗嘱的时候 这个主人是不是清醒 是不是用药 是不是在被精神迷惑的 某种状况 换句话说 他是不是具有法律的条例 来承认这份遗嘱 所以 所以他们还没用到 这些条文呢 其实我们本来的估计 很可能会用这么一个条文 因为我们在做一个 常识判断说 陈振冲 这一个人跟全世界作战 他要手里没有一点点东西的话 他也花了很多本钱 他现在可能打官司 可能要坐牢 家产全部破镜 他要是 就是说 他要是没有一点点东西的话 他不是这个儿戏吗 而且这个遗嘱的认证 还是有一定的程序在 那你既然2006年 你立了一个新遗嘱 你应该要 在一个公正的情况下 你先作废前一张 但是他没有作废前一张 他就立了新遗嘱 那这个真的是可疑性太大太大了 那我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小甜甜 这个遗嘱是没有问题的 法律上没有问题的 确实是给陈振冲的 那么最后这个高等法院法官 会把这千亿的慈善的钱 判给这个人吗 就算你刚才这句话里 有两个裂痕 就算这个遗嘱 百分之百是真的 但是它是否有同样的法律效率 还是根据其他因素判断的 比方说你的证人 就像说你的证人是不是合法 你有没有经过合法的手续 我是说假如全经过 全部都是真的 对 那我想 我想依据香港的司法独立的制度 照理说应该是判下去属于他的 你看假如是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出 道德和法律背后 各有各的东西 这个是非常 各有各的东西 有人可能会疑问 如果这样的话 你法律为什么要 做出这么一个判决呢 那就你就可以看出法律的背后 它有一个私人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你有权支配你的私人财产 还有这个契约 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 这个是必须遵守的 虽然它现在表面上 违反了那么大部分人的意愿 但是它其实捍卫了 你们每个人的利益 因为你也有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它 所以这背后有东西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这个报道里讲 还有很有意思 就说这个高等法院法官 我原来以为这个法官呢 他这个会说的特别 那个法院 那个让人听不清吗 但是我发现这份判决书 三百多页 结论是非常明确 这里面就讲了 高等法院法官林文汉 狠批陈振聪 不可信 就像观众狠批我报新闻 不可信 狠批 不可信 最近你这说到一个什么问题 昨天我们聊 这个法官呢 他有一个叫自由心证 他们去用这么一个词 自由心证 或者说自由材料 就是说 心理的心吗 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 其实有的时候 世界很多纠纷会到这种情况 两边都有笔记专家 两边都是专业意见 你法官本人也不是笔记专家 所以要靠 但是要靠你来选择 谁的笔记专家 讲的专业意见 是对的 这就是说你彩信什么 那么你看 他们就讲了说还拿出 比如说陈正宗有一次拿了一个登记表 说上面有个学位 比如大学毕业 最后查出来说你不是大学毕业 法官就说你为什么上面填这个表 他当时说我为了办一个这个什么什么手续 那当然平常人也经常有这样的事 但是你看 这也是他判断 你这次可不可信的 这个这个才有的事情 对吧 甚至他就说你这个人 人品有问题 我不相信你 那么你看 这就是说 权在法官一新 这在西方法律制度常常用 他们先要宣示的 拿了个圣经 Nothing but truth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常常那些律师很坏 他常常问一些小问题 找出一个你的个小片 一个小片 然后他就说 credit有问题 这个人有过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你在小事上会骗 你大事也会骗 他提出的这些证据 我觉得他的行为真的跟那种 在国外我们见到有一些男人 他可能提出了 就是说 哎 我有一份证据 这个证据是我 我跟某某女明星之间的 这个什么 是这个这个 性爱录影带 然后拿去卖 然后让自己成名 然后赚到很多钱 我觉得他的行为 真的是就跟这样的人 是没 完全没有两样 所以 我以一个 对不起 我是一个女人 没有哪个女的 对她印象好 对 我是一个女人 我以一个这样的出发点 还有一个 那个小甜甜 她和她一生的成就 成就 何其的伟大 你觉得她会临终之前 她会临死之前 她会在年老的时候 忽然神志不清 然后变成 哎呦 我跟你说 有时候女人混乱起来 那真是一般想象的 我告诉你 她给了她六七亿 我觉得这已经表示 是她够神志不清了 如果她是把千亿的家产 全部转到她一个人名下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真的是无微乎其微 但是她还是在她的劝告下 在很多大陆里 打了上百个洞 哎呦 真是打 风水洞 对呀 打了上百个洞 里面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布置 全香港一百多个地址 他们在里面偷偷发洞 你说这个大老板 而且去过她的办公室 跟这个事情无关 我就听我的朋友 去过她的办公室 进去很麻烦 她这里边一根铁杆了 那里边一个毒桶了 就是说她这个 很多很多布置的风水的 比李秀元教我们那要复杂的多了 你知道法院 就是陈振聪呢 他立正 他不是风水师 就是说我跟小天的关系 我们是前任关系 所以他才非得说 我们好好好 拿出各种证据 因为按照西方的一些判例 案例的来证明 就是说如果它是风水师关系 它可能是 就是骗他一时 但如果是长期的情人关系 那就证明这个主人 就像你说的 这个主人 他有这个意愿 在西方有很多这样的人 有很多人有钱 到时候全部给家里人 也不给慈善事业 就给自己这个情人 那你也没办法 所以这是我们真是 学法律的一个 法律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讲 文涛 我没有只想问你 因为我也在开始在想这件事情 因为小天天没有 没有子嗣 所以他那么多钱 你说那个 我们一定会给我们最亲的人 但是他连个最亲的人 可能都算都没有了 然后我也想问你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遗产会给谁呢 我的遗产 还够不上遗产这个词来形容 不管几百万几十万 也是个遗产 我的遗产 哎呀挺复杂 我每次上飞机之前 都修改一次 看看当时谁跟我关系好 分啊 文涛肯定操心了 我给点钱 几方面要兼顾 他肯定几方面要兼顾 看你身边的陈振聪是谁 是不是 不是 这确实有这个 他在这么多年里 为什么说他是 这个连续剧啊 一季又一季 你看广美 要不说女人生活在回忆里 他一说 我听说是一九七几年 六几年 好像就已经有过遗嘱了 我一下想起来 那是小甜甜 这部电视剧的第一季了 刚刚结婚 是他跟他老公黄德辉失踪了 然后这第一季的主题是 瘟习征产 就是他的加工 对 一个说我儿子已经死了 要宣布死亡 是吧 钱不能给他拿走 另一个说他还没死 我还要找他 然后拿出一张纸 其实性质就跟当初 那个你办事我放心 差不多 就one life one love one life one love 逗逗说说的 one life one love 就拿了那张纸 他拿到那么多财产了 你知道就是 他说是他老公写的嘛 但其实在那个 是真的写的吧 在那个之前 one life one love one life one love 他讲说就证明小甜 他一辈子只爱小甜甜一个人 但是其实在 我查到更早的资料呢 其实他们在刚刚结婚 没有多久呢 他本来他的遗嘱写的就是说 我所有的东西 会留给我的妻子 但是在有一年呢 他怀疑他的妻子 红姓出墙 一气之下呢 就把所有的遗产 又全部改成 他父亲 也就是他那个小甜甜 就他老公曾经剥夺过他 对 然后后来呢 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 你想这种 在遗嘱上被剥夺 这种痛恨 就可以解释他后来 为什么立那么多不同的遗嘱了吗 没错 对不对 因为他对这个财产的资备权 这个权力的意思 实在太强了 所以跟我的心情差不多嘛 就是与时俱进嘛 咱们今年咱俩官一好就给你 明年咱俩官一好就给他 但是给后人留下的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这个谜团 而且呢 我有两点是常常可以看到的 他没有把这财产按照常规 留给他的弟弟或者他的亲人 这种情况常有的 就是这种情况 尤其在西方的 接受西方道的 有很多人就是说 最切近的人 他们觉得这个财产天然就应该是他们的 所以有时候对这个主人不一定好 在他关系可能 所以等到很多时候是这样 等到最后遗嘱一看 最接近的人没有 尤其是弟弟妹妹之类的 侄子啊之类的 家族一大堆的 等 没等到 你看他现在给也是给慈善基金啊 你家人只是管理啊 还有一条那个教训 这个广美讲的非常重要 我们男的全部都要记住 就是说 千万不能拿女人的出来炫耀 甚至拿到利益 一个很好的反过来的例子是谁 就桑胡 你们看桑胡 现在根据小团员 张爱玲跟他是有 有有这个很亲密的关系 除了湖南城以后就是 可是桑胡我见过 认识啊 那个最后两部电影 陈阳华演的女局长故事 都是桑胡导演的 从来不说的 后来张爱玲很出名了 很多人去采访 桑胡说你当年跟张爱玲 老先生从来不说的 就这四句永远埋在心里 没错 跟女人的这个关系 我认为这个手密 是一种美德 现在有这个美德的男人 不得我呀 不不不 也就是我了啊 将将赞人行 广告之后见 当然陈振聪现在也表示 他还还要上诉 这个玩意 速速速速到最后 也就是终审法院 终审法院 所以说香港那个 李国能刚退休 终审法院法官 为什么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现在就发现 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关系 就是说啊 为什么按照圣经发誓 就过去判断是非 是靠上帝 到后来呢 广告上帝这玩意不太灵 对吧 我们以上帝 家与人的这个名义 但是呢 还要有一个至高无上 而这个至高无上 你发现没有 还是法官一颗心 这个法官啊 我理解他 比如说你看啊 这个我就说官司 打到非常微妙的阶段的时候 就是就是这个遗嘱 两边都很专业 那么你信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他应用逻辑 逻辑就是说 OK我该信谁呢 你看他选择的时候 我采信这个笔记专家 我不采信你这个笔记专家 我为什么不采信你这个结论呢 我挑你上一个结论 就是说你平常干事就不靠谱 有有有你够不办事 不靠谱的过去的记录 甚至于乃至 这个地方人品 诚信 他都作为他的参考 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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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你是把这个法官设想的是比较高尚 比较伟大 我是想象他是这样的 明摆着都是要打败成的 我得找到一个好理由 我要在司法上讲的过去 我既要打败成 但要不是我司法的道德 这正是现在啊 人们这个争论的 我就发现这个这个法律界人士 就争论到这个最敏感的问题 你不知道法官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究竟有没有受价值观 道德观或者社会上一般舆论的 对 这种影响 你可以换一种假想 如果他判千亿遗产归了陈振聪了 哇 那香港要封了 他一定要在法律上 就是说证据上 要完全进得出考验 他也可能这样做 而且你知道这里最微妙 是我们中文那个翻译 叫法官 那个那个那个法官 其实这个法官不是官啊 那个那个谁啊 那个那个邱振海 在节目里花了很多的时间 向内地的观众解释 法官不是官 他不属于政府 可是香港这个传统的翻译 叫官司 司法们独立的 他一定加上一个官司 而且报纸上啊 把法官啊 就简称为官 香港那个语言都是在清朝的 那警察都叫差人呢 官称什么 官称什么什么 反正他不叫曾经权 他们叫官 他就叫法官 叫官称什么什么 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依存 中国对对 我们还是官是伟大 至高无上 而且就是说 司法跟执政是不分开的 就是那个清天大老爷嘛 就是 不过一般人 我觉得就是广美这种 他就是非常朴素的 这个感觉 就是说 小天天已经给了你 21个亿了 哥哥 你有够没够啊 你不就打打洞吗 我现在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这种所谓的科学认证的东西 还是有可能会被推翻的 当年小天天跟他的家翁打官司的时候 原先也是被判 说他伪造文书 后来才过两年而已 不翻案 然后判他胜诉 那么多那么高的钱 请来那些外国律师 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